四折 然后买两样再七五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金 那这次我来美国 我想要分享我去OLED的心得 这个波士顿包是帮朋友买的吃扣食 分享的是在OLED买的价格 但它上面直接标注出它的价格 可是它每天打折都不一样 它会直接跟你说 假如说没有是OLED 就是四折 我买这一款的话是四折 然后买两样再七五折 110美左右 因为还要加税 那它里面会有药牌 还有是说明书 只带的话是全部装在一起 除非你个别要吧 我没有个别要 刚收集 我再分享另外一款是 钱包 这一款也是很受欢迎 它是很简约的这种 它里面也会有个小标签 是写没得赢 菲律宾 跟它的标志 在这里面也有 附上吊牌 跟卡片 60美 所以差不多是 台币1800到2000左右 网路上有卖那种七八百的 也许是它有更低的折扣 或者是假的也说不定 那它的拉链这边也有 英文字母 这一款有一个类似的AK 它是全管五折 那它打折下来差不多也是60美 很想另外一款是这个 它是小型的钱包 但它很方便的是 它可以放钞票 也可以放冰钱 配色也很多 这一款呢 也是一副 刀牌 说明书 收集都打在一起 我包没有盒子 就算有盒子也是没有logo的那种 那这就是 帮朋友买的战利品 其实真的很好买 我觉得来美国 可以多带一些钱去奥利 看要帮朋友买 还是瘦人也很方便 那我买这两个 它打四折之外 买两件又打七五折 所以算下来 我这两样买差不多台币 两千五 所以是非常划算 如果跟台湾比起来 嗯 而且也是可以用很久 收到的也会很开心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是喜欢的人可以帮我帮 订阅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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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